仲裁案后太平岛岛屿资格被矮化 渔民组队前往太平岛护渔泉 预计25号晚上就能到达目的地 但是蓝营立委批评 海巡没有派出人权护航 是政府放任渔民的生命安全于不顾 国防部甚至说 登太平岛得45天前申请 有可能不开放渔民登岛 让他们白跑一趟 蓝营立委召开记者会 批评根本是没守成规 并且现场call out给渔民 海巡署有没有在呼叫你们的位置 没有啊 没有看到都没有 我们看到我们的国防部在做什么 他说登岛要有45天前就要提出申请 因为他们没有申请 依规定无法登岛 我们在这边要严厉的谴责国防部 您不知道是7月12号 荷兰海牙仲裁艇才做出仲裁判断 把太平岛降格为交吗 如果是7月12号发生的事情 这彻彻底底就是一个紧急事件 按照你一般的规定 45天前才申请 难道你是要我们的渔民9月才去太平岛吗 我们下期间的屁股 好